12月10日,有機會在無窮人的時間 今集是第26季第一集 正式做節目之前,就要買廣告 因為第25季已經結束了 不過有些朋友、訂戶、訂戶都還未續期 可能今集都會繼續聽到 但如果到下星期都未續期的話 你就會被取消收聽的權利 另一方面,如果在YouTube上 聽到節目中有興趣加入成為 有其中沒有窮人的訂戶或聽眾 就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去參加 第一個就很簡單 就是ATM過數就可以了 D&B公司叫做 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號碼是恆生銀行 787-087-998-883 有了數後,就在入數後 寫得你的姓名、聯絡電話、電郵地址 訂個節目名稱 然後就WhatsApp去 9167-1611 或者電郵去info.info.d18.net 第二個方法也是通過這個轉數快 就可以過數了 收錢的戶口號碼也是 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手機號碼是5479-3995 有了數後也一樣 在入數後寫得你的姓名、聯絡電話、電郵地址 訂個節目名稱 然後WhatsApp去9167-1611 或者是電郵去info.d18.net 第三個方法就是上去這個上環 這個D18的專門店就報名就可以了 你的專門店就在這個廣結上環站 大堂裡面的5號店 在E7口的大堂就可以見到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時半至晚上7時 星期六日和公共假期 上午10時至晚上7時 當然如果有任何的變故 要看看上環D18的Facebook專頁 已公佈為準 最後一個方法最簡單就是上網報名 D18的網站就是www.d18.net 用PayPal或者Credit Card付錢就可以了 報名之後 有任何問題查詢 或者想加入這個有區中無窮人 D18的WhatsApp群組 在群組裡面 除了我們每天都可以交換一些股票資訊之外 也在賽馬日就會有這個即場的分析和提示 可以打你的電話 22971825 22971825 至於想得到每天 有關的財經資訊 以及比較詳細的財經資訊 以及分析 就可以參加我在這個Facebook 和VV裡面的 雷射粉嬌仔自己有的私人群組 辦法很簡單 就是把你報名的資料 E-mail去cfqlai at yahoo.com.hk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言歸正傳 今天這個港股連升了三月之後 一口起升了九百幾點 今天早段有些回吐 不過開市最低的位置 就是全日的暫時來說 全日最低的位置是24070 即首得穩24000點 現在這個上午過10點鐘 做這輯節目的時候 跌幅收窄 相信看個勢 就算今天不是先跌後升的話 都應該站穩在這個24000點的樓上 整股一輪之後才可能繼續反彈 大家知道上個禮拜 就是這個港股走勢非常弱 跌破了23000點 星期一就繼續下跌 不過星期日大跌的時候 跌得最厲害就是這個科技股 因為科技股的低位 就比近期的低位更加低 跌低到到5710點 上次最低都是5824 但反而恒指的低位 就沒有上次那麼低 最低呢 上次就去到23175 那很多人都擔心 23000點會不會搜到 但星期一雖然跌了四百幾點 但最低位都是去到23314 收了市之後 美股就已經是大升 為什麼呢 固然大陸就有很多不利的消息 最重要就是突然之間 這樣之後就爆出 有一個所謂新冠病毒的變種 由於上集都說過 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新的變種 Omicron究竟是什麼 所以嚴陣以來 包括香港就很緊張 因為香港這個防疫政策 現在跟蹤大陸 就是要清零的 所以凡是任何地區 如果出現了有Omicron 哪怕只得了一鐘 都會立即被提升成為 A級戒備 如果你不是香港人的話 只要在這些有Omicron出現的地方 你根本就不可以入境 香港人入境 都會至少21天隔離 還要有多次檢測 如果這樣發展下去 分分鐘香港 全世界地區的人 都來不了香港 但沒辦法 因為現在 香港的首要門就想通關 相信 我想在過年前後 都有機會 現在已經宣布了 會分批 首先那些 有工作上 或者商務上需要的人 就優先 然後慢慢做部擴大 這個對香港 現在當前的經濟處境 當然也是首要過 跟對外的溝通 也就是無可口非 但在外國來說 的確短短 十天都未夠兩個星期 因為這個新的變種病毒 Omicron的確傳得很快 全世界六大洲都有 尤其是歐洲和美國 實際上我們加拿大也有 但是暫時來說 根據染病的人 雖然現在最主要染的 都是染Delta 似乎傳播就立即快過Delta 但是中了招的人 要麼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病徵 當然你打了針 都會感染到 但如果有的話 都似乎沒有Delta 或者COVID-19 其他的病毒 那麼嚴重 基本上 就不會沒有了 臭角和眉角 只不過就是 會喉嚨痛 而且就是 可能周心骨痛 跟重感冒差不多 當然嚴重的 這個病 如果致命了 一定是入肺 因為當肺纖維化 或者呼吸困難的時候 或者血液的養份下降 就會有死亡危險 但似乎來說 暫時好像沒有什麼報道 有死亡的個案 雖然聯合講 就說 不可以輕心 因為現在太早 數據不夠 這是事實的 但是 由上星期突然出現恐慌 到現在 最新 就是因為 美國增加大彈 就是因為 一來見 殺傷力不太強 二來 最初 這些疫苗 無論輝瑞 或者Moderna 都認為 抵當不了 保護率會下降 但是最新 這個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現在美國就是 輝瑞和合作的福必泰 就說 原有的疫苗應該有效 即加強是可以的 實際上 現在 全世界很多國家 都開始打第三針 因為這樣的關係 市場就判斷了 對市場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美國大幅反彈 帶動 港股 星期二 都報復式反彈 尤其是科技股 因為這個 表現最差的 阿里巴巴 跌得很厲害 星期二就大升 連彈了三針 即是美股也是彈了三針 到今天才是回吐 但是 大幅中最多都是八百零點 到最後 跌了這個 都不足夠一點 反而Nexter 跌得多些 Nexter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反而 因為下星期 聯儲局又會以息 所以 人們擔心 會不會 聯儲局 因為現在通漲 大家都知道 年底通漲會繼續升 明年可能會升 到6% 實際 可能更加不止 所以 人們擔心 下星期會不會 聯儲局 會加快的步伐 固然 一預期 由每個月 減買150 可能增加到300 都不頂 提前就收水 甚至可能是加息 因為現在都有一些 前聯儲局的官員 估計說會在未來 加成10次息 不過所謂10次息 都回到2.5% 大概回到2015年 收水之後 開始加息 其實衝擊不太大 不過市場淡了幾天 當然有些 借勢調整 但香港這邊又好 因為這個星期 這個力度可能是 跟國內有關係 因為國內其實是 星期五 這個 公務院總理 剛才預告 有機會是降準 果然 就是 周日就算不算降準 雖然星期一的市場繼續跌 A股也繼續跌 但是 當這個新冠病毒 不受影響之後 就A股帶頭上升 而且看到很明顯 有資金流入A股 事實上 過去十幾二十天 A股已經是 的成交 上去萬億 即是天天 今個星期 就算今天 就有些回吐 依然比上個星期 上A 即上證 就已經很明顯 上去3,600 相對上個星期 收市都升了 是六七十點的 又至今下跌了 即下跌了十幾點 上去就去到 3,800 所以 遲早上 正上回 3,700 也不期 雖然 就不容易衝破 4,000 但是其實很多資金 包括外資 都通過香港流入去 即是今個星期 都很明顯 見到達成二百十幾億 另一方面 原來過過的十幾天 裡面 北水 包括上個星期下跌的時候 不斷都在買這個港股 所以這幾天的報復式反彈 就是已經扭轉了的形勢 雖然科技會不是最強 但是其他 你看到 過去因為這個 內房的危機 包括佳兆業 和恆大 剛才說 恆大危機 就會按照原油機制去處理 包括在香港 和中國的特色就是 這個 許家印 一定要自己背回 就可以分拆 給其他有實力的地產股 麻煩 最重要 中國降準 降半厘 將會釋房 達成萬二億 而且 你看到今個星期初開 政院會議裡 沒有再提到 這個房子是止住不炒 不是等於轉政策 讓你炒樓 但是 他會針對內房股 特別是守貸的人 其實都會放開一些 案的貸款 所以 所以 樓市 就不會害怕 被這個 佳兆業和恆大拖落 特別是佳兆業 現在又傳出 其實他七年前 也試過有這樣的危機 試過的暫危機 有人入股 現在美國也有一個 油替基金 又想 借錢給他 和進去那裡 不過條件要給高息 所以 相信這兩個 債媒機 就不會拖得 跨大陸的樓市 看得到 今個星期 內房股 衝景 政策可能有轉變 內房股也會彈回一些 教育股也是 又是衝景 又可以重新 啟業 當然不是以前的程度 亦會彈回一些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